哇這一棒也打得扎實 但是剛好進到了江坤宇的手套裡面 三人出局結束了八局下半 當然是能盡快解決打者就盡快解決打者嘛 那不管丟幾球 至少結果是壓制打者 那我就就是把我的工作做好這樣 時機點是盡量這場應該是會用的 但是分池一開始之後狀況都不錯 然後球數也都還沒有到達 那到最後是球數快要到了 所以我們也想說讓他完整的一局 但是在危機的時候 謝龍好沒有咬住嘛 然後就今天如果到最後沒有讓他出賽的話 今天就沒有出賽了 那到最後我們還是選擇讓他出賽 就當然是因為已經兩人出局了嘛 就趕快幫球隊手下這一局的危機這樣 然後去把氣勢扭轉過來 教練隨時叫我上去我就上去準備好自己 然後去做該有的事情 不管是中繼來先發 還是自己就準備好自己 然後上去比賽 不管丟什麼角色就是上去的時候就 好好的去把自己該有的實力展現出來這樣 這個原因所以還是決定說我們應該 續航力上面可能沒有問題 哇這一球打中間方向的飛球 哇喔喔喔 上了比喔 沒想過啊就感覺很像作夢 因為沒有打過那種大聯盟等級的投手 因為他還是站上去大聯盟 自己設定好的就是全力會沒有在用頭 那今天第一次雖然沒有打好 但是他第二次後面的掌握度就感覺不錯嘛 阿達利也都不錯 那年輕的球員就是要趁這時候 有下場的機會就是要 讓教練團有得到信心嘛 那今天的表現算不錯 對 就蠻開心的自己 教練給予我這個任務 然後我也沒有讓總監他們失望 就是有把自己的能力發揮出來 做到最好 3,4 最豐富爭 一躲 2,1 2,2 1,2